現在來到開平碉樓 稍後會去自力村行走 開平碉樓位於廣東省江門市 轄下開平市的境內 是中國鄉土建築的一個特殊類型 它擲防衛居住和中西建築藝術 一體的多層塔式建築 現在是自力村的舊票柱 就進入自力村 沿著木板堤走進去 指示牌 沿著這條路走過去 2007年正式列為 中國第35處的世界遺產 首個是華僑文化的世界遺產項目 2020年確定為國家5A級旅遊景區 開平 因為位於新匯 台山、欣平、新興四個縣之間 所以為四不管之地 土匪猖獗 社會治安混亂 加上河流多 每遇到颱風暴雨 就會成洪災泛濫 當地居民被迫在村中修建 建這個凋樓以求自保 明末崇禎十七年社會動盪 賊匪經常侵擾百姓 為保護村民的安全 盧閻公的第四個兒子 關子端 就在井頭女村 建了一座叫做端雲樓 這座樓非常堅固 有防洪和防盜的兩項功能 一有洪水步法 或者拆扣擾亂的時候 井頭女村 和鄰近的三門里村的村民 就來到端雲樓 1884年 譚崗大將 附近各地的屋子被掩抹 開屏赤嵌三門里村民 因為及時登上這座雕樓 所以全部都可以活下來 民國元年 由於雕樓 有實質的防洪、防洪水的作用 所以很多海外的環僑 覺得雕樓在防洪匪患中 給了作用 因此他們在外面接衣宿石 在華僑 請了人設計好雕樓的藍圖 搭回家鄉建造 集資會回家鄉建築雕樓 後來一些華僑 為了家眷的安全 財產不受到損失 在回鄉建新屋的時候 紛紛建成各式各樣的雕樓式的樓 最多時期達到三千多座 現在存了大約一千八百座 開瓶雕樓融合了中國傳統 鄉村建築文化 和西方建築文化的獨特建築藝術 成為了中國華僑文化的紀念封碑 顯現了中國華僑和民眾 主動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歷程 在開瓶建築群中 配襲了外國的不同時期 不同風格的建築藝術 馬鋼龍村 距離自力村差不多有十多公里 有免費旅遊車接駁 我開車過去幾分鐘就到了 馬鋼龍村沒什麼好看的 那裏有幾座雕樓 和八座西式別水式建築 我認為買兩個景點票150元就夠了 這裏包括自力村和立園 其他雕樓群 看不看都沒什麼所謂 剛才放了一輪無人機之後 已經十二點多了 現在肚子餓了 去找點東西吃